娶了个富婆当老婆 竟得罪了女闺蜜 林姐 今天你怎么没带你那个富二代小男朋友来啊 别给我提他 一提我就生气 怎么了 你俩不都是快要结婚了吗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不是 万一他俩不合适 我再给林姐介绍个备胎 抓紧给我介绍个备胎 我跟他马上就玩了 不是 那你说怎么回事 这不前两天嘛 我们俩去看房子 我看上了一个连排别墅 可是他嫌大非要买个小的 那你说以后我妈要来住 他住哪呢 对吧 嗯 还有呢 还有吧 就是我要求他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 可是他不愿意 你说我俩要过得好 那还行 那过不好要离了婚咋办 是吧 我不得 嗯 他一看就不爱我 嗯 有道理 那个应该还有我 有啊 就是我问他要了一百万的彩礼 一百万 嗯 多吗 这不是我弟弟谈了个女朋友吗 我得给我弟弟打算是吧 不是 你 你的意思是找个男人 得把你全家都是影儿呗 哎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他家又不差钱 咱们有钱对吧 肯定是不爱我对吧 你以为都像你啊 找了个有钱的老婆 随便找人不可以嫁了 我觉得再怎么样 也比你这个伏地膜强吧 你说谁伏地膜呢 说你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跟我翻脸 我就跟你翻脸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活怎么样 我不管 但是你说我男人 你不配 送客